大火由後面面向頭前收過來 因為家裡放了很多榮伊豆花的物品 灰色一髮不可收拾 我到為的消防隊搖去水耍 由後面跟頭前面面當時進行救救 但大火撞開的速度很近 不然兩間在家裡含著灰害 就連一筆貼鎮仔各的家也含著灰害中 先做鐵棟房的處處也加進打火的工作 面對這麼大的火災雖然作用並不大 但為了請求自己的財產 也只能希望多少發揮作用 在你家嗎 我坐在那裡 那是怎樣的 我不知道 也不知道 那裡就要燒火鍋 好 附近熱心的民眾拿去登棍 要幫忙從鐵棟打破風險打火 不過為了安全氣候 消防隊員也習慣經常人放進去 我看的時候 從那邊過來 後面嗎 從後面過來 後面有人在燒東西 我不知道 我問問的 就用用土火而已 這間火災發生在今天在八點半周圓 保理定基林里的一家香菇工廠 可能因為有人在工廠後面的冰檔 橫燒火器物 一般消心卻引起火災 一片的工廠 馬上含入一片火災中 因為現場欠缺水源 消防隊出動 11代消防水生車前往打火 加在真近就將火災控制 據這個目擊者指出 大概在昨天下午就有 民眾在燒一些廢棄物 那有稍微的引起火勢 那今天早上又 可能又有在燃燒 所以引起更大的一個火勢 那我們到達現場發現火勢非常大 它裡面是對方很多易燃物 那這附近水源又非常欠缺 因此我們派遣了大約11部的消防車 警易消40人前往救援 那目前火勢已經控制住 財務損失我們還在評估 燃燒的面積大約是200平方公尺 沒有人員的受傷 經過消防隊的全力求求 大火在20分前來就被打火 不過兩棟少年的替當處 已經全部被大火燒掉 好加在並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 全社會在發生原因和順適 目前要有效方隊 進一步調查當中 既然王教成蔡宏報道 謝謝 謝謝 謝謝